粉色故事做起來都是蠻開心的 所以我們今天來看一個他的標題叫washing up 順便會看一下呢 閃閃發亮這個字 有幾個不同的說法 大家好我是Paul 周一到周五因為一起讀 washing up washing up 什麼東西呢 他講的是洗盤子這件事 所以他有一個小標題 Whose turn is it? 輪到誰洗了呢 所以講的就是一對couple 他們在輪流洗盤子這件事情上發生了一個小故事 先讀一次吧 After dinner, they added the plates to the growing pile of dirty dishes It was her turn to do the washing up But with a glint in her eye, she turned to him and ran her fingers up his inner thigh She felt him harden as she tugged his belt open and unfastened his jeans Her fingers slithered into his boxers, caressing his rapidly huddling cock He grinned and slipped his hand under her skirt Biting her lip, she looked up at him First to come does the dishes Go, he growled as his fingers slipped inside her panties 結束 所以我覺得這故事寫的相當的有技巧 他用的字我覺得是蠻難得的 但不是說最棒的 因為我記得我好久以前做過一篇是 當時讓我感受到 哇那真是我史上最棒的一篇看過的 這一篇沒那麼厲害 那你如果那篇叫什麼名字 我早就忘記了 只記得他最棒 不記得他到底為什麼棒 這啊,人真的很奇怪 記得的並不是內容 而是記得他是第一名 好anyway 所以但這篇也是很棒 好先第一句 After dinner 晚餐好 他們就把那個盤子啊 去往繼續堆 堆到什麼 堆到已經一堆的張盤子上 繼續夾上去 因為你知道一直在吃嘛 So they added the pla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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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o the growing pile of dirty dishes 所以他是一堆的pile pile這個字就是一堆堆起來 這樣子 所以他本來就已經在一路在長上去 那他就繼續堆 So added the plates to the growing pile a pile of what dirty dishes 然後長盤子 所以他光是這句子盤子就要兩個字 第一個是plate 第二個是dish sure 然後應該是女生來洗碗 It was her turn 所以他滿明顯這邊有用到男女的代名詞 It was her turn to do the washing up So it was her turn to do the dishes 所以你說洗碗只要說do the dishes 就可以了 但他這裡換了一個washing up 沒差了 OK But with a glint in her eye she turned to him and ran her fingers up his inner thigh 所以本來應該他洗 可是呢 他眼光閃爍了一下 So with a glint in her eye 所以這個glint就是有閃爍的意思 這是我們看到的第一個 那我就又找了一下下 因為其實我另外一些字也是守 只是說確認一下下 他是不是有類似 那的確是有 所以有另外一個也是講說那種閃亮閃亮的一個字 叫做Glimmer Glimmer 同樣是短音 不要念成Glimmer 不是Glimmer OK 那Glimmer這個字 常出現的一個片語 不止一個啦 就其中一個 或兩個 這邊有 就是 我們什麼什麼事 還有是一絲希望有沒有 欸一絲希望的那個一絲會怎麼說 A Thread of Hope 不是Thread of Shred Shred這個字也有一條一條之類的概念 這樣子 Shred S-H-R-E-A-D 可是不是 這裡講的是 A Glimmer of Hope OK 一絲的亮光希望 所以你說Glimmer of Light 當然也是沒問題 所以那你能說能不能 A Glint of Hope 我好像是沒聽過 我最常聽過的真的是 Glimmer of Hope OK 那另外再講一個 就是 還是閃閃亮亮的 叫做 Shimmer 所以同樣也是短音 S-H-I-M-M-E-R Shimmer OK 所以有時候我們會看到 Shimmering Light OK 那為什麼沒有Glimmering Light 我就是沒聽過 但我是有聽過 Shimmering Light OK 現在正在閃亮的 這個搖曳的一個燈光 好像有一個是 湖水煉焰還是什麼的 那兩個中文字我念不出來 我如果念錯了 我應該跟大家道歉 但總之你看湖光 在那裡閃爍 我很想講煉焰這兩個字 應該是講錯了 如果我講對 也給我鼓個掌好不好 所以總之就是 這個湖水在那裡 Shimmer OK的 Shimmer OK 那再來一個 還是一樣閃閃發亮 叫做Glitter Glitter 那當然北美的發音 那個T-T-E-R 多半就變成D的音 Glitter OK Glitter 那這Glitter也可以是 就你去那個文具行 買那種亮粉 有沒有 把那個亮粉撒在 例如說小朋友撒在頭髮上 或什麼的 那個就叫做Glitter 因為它閃閃亮亮的 Glitter 那有一個我們高中生會教的一個成語 叫做 All that glitters is not gold 那這裡有一個很討厭的概念叫做 不完全否定 所以這裡有一個邏輯就是 這個Not 其實不見得一定放在句子裡 你也可以把它拿來句子外面 所以你如果把這句講成 Not all that glitters is gold 其實也是正確的 OK 那下面這句會比較好理解 因為你這樣 Not all就是並非全部 所以並非全部會閃閃發亮的東西 都一定是黃金 所以這個就是 中文有時候把它翻譯成像什麼 什麼金玉其外敗去其中之類的 所以它其實最單純的意思就是 你看起來表面很好的東西 裡面可不見得是真的很棒喔 所以像是要看我 可能覺得說 這個不好 沒有說好 但可能有人覺得說 這個看起來Paul老師還算是個 我真的不覺得我是乾乾淨淨的人 但如果說你稱讚我 我可能就會覺得 那不一定 我裡面髒亂七八糟的 所以這個 Not all that glitters is gold 並非所有會發亮都是金子 那樓上那一句 All that glitters is not gold 你可能會誤解成 然後誤解成 All that glitters 就是所有會發亮的 都不是黃金 那這句不這樣子解 不這樣子解 我再說一次 你可能剛露 就是閃聲沒聽清楚 前面這部分是 所有會發亮的東西 All that glitters 所有會發亮的東西 後半句接的好像 彷彿是 並不是黃金 It's not gold 好 但這個理解是錯誤的 它還是不完全否定 你要把它理解成 把not放在拒手 所以並非所有會發亮的 Not all that glitters is gold 都是金 好 所以我們先講到這樣就可以了 總之這就是一個 不完全否定的概念 我們的重點其實是講發亮的 Glitter 好那OK了 來 所以講了幾個 Glint 所以這裡說 她眼神閃數了一下 發亮了一下 So 本來是她的 輪到她洗完 It was her turn to do the dishes to do the washing up But with a glint in her eye She turned to him 她就轉向她 然後把她的手 開始摸向她的大腿內側 Ran her fingers up his inner thigh 所以她的手指去那邊摸 她用的是 run 用跑那個字 run 過去是 ran So she ran her fingers up his inner thigh 所以手摸上了她的大腿的內側 Inner就是內側 Thigh就是大腿 她就馬上感覺到這個男生 這裡很明顯 一男一女 所以她覺得男生就變硬了 She felt him harden as she tucked his belt 當她把她的皮帶拉開 Tucked his belt open 我剛剛少講一個open So she tucked his belt open 然後把她的牛仔褲解開了 那個解開 就用unfastened fasten這個字 所以這裡確認一下下 大家知道 fast這個字大家很熟悉 可是這個字 如果加一個en結尾的話 那個t就不發音了 所以這個字不念fasten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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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不發音 fasten 這是一個固定的用法 所以大家就習慣她就好了 所以本來fast是快 那fasten難道是快的動詞嗎 並不是 它的意思是把東西給記上 記上皮帶 記上安全帶的那個記上 OK 應該是唸記上不是唸戲上 好了 中文不教 So you fasten your belt Fasten your seat belt OK 那它的反過來 就像我們講說扭扣也是一樣 扣扣著你說button是可以當動詞的 You button up your shirt 所以把扣的解開就是on button 你看這個多容易啊 OK 加個on在前面變動詞 所以fasten 前面加一個on 就是把它給 本來記好的東西就解開了 解開你的安全帶 you unfasten your seat belt unfasten OK 所以它就unfasten了它的jeans 牛仔褲 就這個時候它又繼續 它的手指頭 又慢慢滑進它的內褲裡 那那個滑進 你可能會想說滑不就用slip就好了嗎 的確 因為這個男生接下來也用了slip這個字 就是手滑進女生的內褲裡 所以用兩次不好 所以這個人就非常厲害的用另外一個滑進 他用的字叫做slither 這個字還真的是不常見 可是用的真是精妙 好 因為我們來看一下slither這個字到底是什麼意思 slither slither這個字我 以前我們在打電動 我看過一個角色叫做slither 那他是一個蛇怪 所以他走起路來 就是呼呼呼呼呼這樣子走 OK 所以slither就是 讀一下給你聽 you move smoothly over a surface with a twisting or oscillating motion 好精準 所以你是很滑順的滑過一個表面 so move smoothly over a surface 而且是用一個在轉的一個動向動作 所以twisting 所以一邊轉 或者是oscelate 什麼是oscelate oscelate就是擺盪著 所以你就你想想看他滑進他的內褲裡 是不是就是啊 左邊右邊左邊右邊往進滑進去 然後抓住他的那個東西 所以這個動詞用的真是漂亮 OK slither 所以他就slither他的他的finger 就slither進了他的boxers boxer就是內褲這樣子 OK 而且一般講的是四腳內褲 如果講的是緊的那種叫brief 那boxer的印象 現在要拳擊手嘛 拳擊手穿的那個是寬的嘛 四腳寬的 所以只要是boxer就是寬的 那你說也有看過四腳內褲很緊繃的啊 那那個就叫boxer brief 呵呵呵合在一起就好了 好anyway 那caress這個字就是撫摸 撫摸著他的極速變硬的那個東西 caressing his rapidly growing cock OK 所以這男生就微笑 然後把他的手也伸進了他的裙子裡 so he grinned 所以grinned這個字就是 不是green grinned是綠色長蝇 grinned he grinned and slipped his hand 所以出現slip 把他的手也滑進去 under her skirt 滑進了他的裙子裡 那這個時候這個女生就咬著他的唇 biting her lip 注意他用的不是lips right 因為上唇下唇合在一起是複數 所以他咬的是 不管是上唇還是下唇 總之是單邊唇而已 你沒有辦法咬兩個唇 呵呵呵 除非你是I don't know 這樣子吧 我也不知道 所以咬著唇應該是咬著上面或咬著下面 應該是咬著下面比較好看吧 咬下唇對不對 咬上唇是什麼概念 呵呵呵 好白癡 好啦anyway 所以他就咬著唇 然後他就看著他 she looked up at him 所以這時候男生說了 誰先到誰就洗碗 那你知道什麼叫誰先到 到的那個意思 先高潮 我們用的就是come這個字 c-u-m 那他的發音基本上跟來的那個字 基本上是很像的 so first to come does the dishes 好誰先到誰就洗碗 然後這時候就go 開始吧 所以兩人開始比賽了 所以這個男生就吼了一聲 growl這個字 he growled as his fingers slipped inside her panties 所以手就滑進了他的內褲裡 所以女生內褲 有時候用的字就是pants這個字的可愛版 panties 而且要複數 因為就像我們講說就兩個褲腳 所以褲子都是複數的 OK 好 所以希望你喜歡這個故事 我覺得還蠻可愛的 那我或許今天的重點 講了幾個字 發亮的字 如果你還記得的話 glint right? glimmer shimmer 跟glitter Alright 我是Paul 我們下次見